牛皮血案例 2007年开始有牛皮血 用过各种方法 吃过各种偏方 过了九年 不见好转反而恶化 全身开始水肿 稍微动一下就痛 无法工作 心情低落 更是恐惧担忧 脸 手脚 全身一直掉皮屑 真是体无完肤 已无外皮 只有皮下组织 每次一动都痛 无法睡好 真是噩梦一场 朋友介绍一个原始点 条理牛皮血的案例短片 我们看到它情况也很严重 用了原始点完全康复 这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于是找到了 旧金山原始点的服务处 2016年9月3号 开始进行原始点的体验过程 第一次到推广点时 志工告诉我 每天都要拍摄 一定会有明显变化 而且只要照着原始点的方法做 必定会改善 刚开始 我半信半疑 拍了两周 也没有太大变化 旧金山推广点 派志工到我们家做家访 仔细关怀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 发现我们江水煮得太淡 室温太低 温敷也没做到位 结果经过志工指导后 短短一周就明显看到改善 2016年10月24日 一个半月后的脸部 手部 脚部 及背部 这一个半月的进步改善 我们太感谢 也太感动了 我觉得是 一 志工爱心指导 及细心按推 二 程先生的心灵指导 喊话 三 喝比较浓的姜汤 四 多温敷 尽量休息 五 做运动 两个月后追踪 身上的皮肤完全康复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再次感谢所有旧金山的志工们 相信我们只是众多受惠病人的其中一个 我们愿意以我们的案例证明原始点理论 加上实际操作 让我们全家重现欢乐 更重要的是 这个过程中 我们感受到的爱心与鼓励 感恩张医师及志工们 无私地帮助人们解决病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